秋天的养生 最重要就是早睡早起 早起运动可以吸收阳气 同时舒展肺气 但是一到凉爽的天气 多数人对于自己的床铺 都是眷恋不已 如果有心想在凉爽的天气 早早起床 卫全TV提供一些建议给大家 首先想要早起 前天晚上一定要提早入睡 否则睡眠不足 一整天下来只会更显得 提累 在日本推行成型人运动的睡所红 建议想要练习早起的人 可以每次提早10分钟或15分钟 循序渐进 此外您可以将超帘留一个小缝 让自然的光线将您温柔唤醒 也可以把令人开心的计划 例如去吃顿丰盛的早餐写下来 放在闹钟旁边当作提醒 因为心理学家发现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荷尔蒙在体内产生变化 导致多数人醒来的时候会觉得沮丧 因此开心的计划 能够让人迅速迎接新的一天 更积极一点的做法 把闹钟放在一个离床铺比较远的地方 一定要起床才能够按下停止键 还有一些充满创意的产品 有会自动发出香味的闹钟 也有会自动躲到角落 让你起身寻找的落跑闹钟 总之给自己一个坚持实践的理由 您将得到的犒赏 就是从容健康的享受秋天美丽的早晨